如果你今年大學剛畢業或年紀在二十二到三十歲之間 這支影片是拍給你看的 因為你在人生接下來的一到三年內 將經歷一個不上不下的尷尬期 你可能考國高考徵照 再當兵去實習 要研碧讀研鎖 找工作找不到想留學出不去 分手走不出來 在大學裡面是老妹老屁股 殊不知人生還沒開始 哈囉我是克雷兒 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六件事情 我真希望大學畢業的當天就知道 那為什麼我有資格跟你分享人生勝利方程式呢? 看著我半夜兩點半 在美國只剩一個人 綁著漂亮的辮子 跟打著漂亮的領帶就知道 我人生應該是蠻勝利的吧 但是說老實話呢 可以在三十歲前不破產的情況下 移居美國 英文從不會講講到沒有語言隔閡 並且每天早上起來 可以很有盼望的工作 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應該有兩三件事情 是指著你 呃 聆聽笑法的 那在開始之前 記得按下紅色訂閱的按鈕 因為呢 訂閱克雷兒 可以變成 聰明 呃 那我們直接開始 第一個 Claire真希望大學畢業當天就知道 並且可以加速你成功速度的東西 叫做 清楚知道自己遠大複雜冒險的目標 這是從英文翻譯過來 叫做 Know your big hairy audacious goal 這簡稱為BHAG 那我畫了一個星星 因為這很像你的北極星 你做什麼事情都要朝這一顆北極星前進 那這說來簡單做來不容易 因為我們經常受到父母朋友 比如說工作上或其他你任何周遭的人的影響 經常會忘記去想這一件事情 但是呢 你需要定義出你的一個直北的北極星 讓你做什麼事情都是非常有目標高向的 因為我們在講人生勝利方程式 你的勝利我的勝利跟他的勝利並不是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定義出你最終極的勝利是什麼 那定義出來之後 把這個 Big hairy audacious goal 放在金字塔的頂端 那下一層呢 就是支持這一個遠大目標的 比如說 10個短期目標 再加上要達成這些短期目標的日期 所以我簡稱 short term goals and date 那接下來呢 就有action items 所以我簡稱AI 再加上日期 所以 比如說 每10個action items 可以幫你達到一個short term goal 那10個short term goal 全部達到之後 你可能就可以實現你遠大的目標 那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呢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做得很task 因為你知道說 自己是有往自己的勝利在前進 第二個可以加速你人生成功的原則叫做 要非常的賺錢導向 但不是短期的錢 那這是Claire很後來才提出到的事情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為了存錢要來美國 就是非常的想說 對我就要做時薪最高的工作 但是我後來回頭看來 其實幫助我後來 不管是賺錢方面 或者是就是任何的成功方面 最有價值的資產 都不是這些錢 而是在過程中累積的人脈經驗跟成長 那人脈比如說你為一位聰明的主管 或老闆工作 你在其中學到他的思考方式 他的做事方式跟你自己有什麼不一樣 潛移默化的被影響 其實這個在你30歲之後這個利息是會翻倍很快的 那第二個經驗 經驗的部分就是比如說你想要當一個航太產業的人員 那你與其在這個比如說一般的科技公司做著很高位階高薪水的工作 你還不如去航太產業做一個基層的總級 因為呢你可以了解那個產業的動向 那你實際工作的內容也很重要 比如說你的這個職務職位是助理的職位 但是呢這個助理的職位讓你碰到很多 比如說行銷啦銷售啦物流啦等等的這個實際經驗 如果是跟你遠大複雜冒險的目標是合制的話 這也是可以讓你在之後這個利息翻倍更快的東西 那第三個是你成長 就是這個你現在做的任何事情 不管是工作或你自己做的project 需要是讓你有機會去自學跟事務的 就是讓你可以去找資料找到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去把它用出來 比如說你在投廣告 那你是不是這個公司有沒有預算讓你去試說 欸你的idea你的廣告設定方式是不是是有效的 那你從中學習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你在二十二到三十歲 需要追求的東西 那在你的後十到三十年之間呢 你才可以翻倍的這個賺更多的財富 在繼續講下一點之前 我想要聽聽你的想法 這支影片是給二十幾歲系列的系列影片之一 所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目前最大的煩惱是什麼 我有可能因為你的留言就做一支影片 因為這個系列就是拍給你看的 希望你們光看克雷兒變成聰明 呃... 第三個可以加速你人生成功的原則叫做 追求高度的自我認識 英文裡面叫做 Aim for full self-awareness Self-awareness 實在是太太太重要的 如果Claire可以送給全部二十二到三十歲的人一個禮物的話 一定是Self-awareness 因為這會決定於你選擇的職雅 或你選擇做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最大的達到你最高程度的勝利 那舉個例子 你的強項是什麼 你的弱項是什麼 有時候一個人他可能很會寫程式 卻想要當一個創業家去做銷售的人做的事情 一個人可能還會拉大提琴 卻覺得在科技公司工作很很fancy 然後想要去寫程式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強項是什麼 弱項是什麼 那這個東西呢 除了透過自我觀察 最準確的方式是 你可以回想過去的朋友或身旁人對你的評論 他們都來找你問什麼問題 他們欣賞羨慕你哪一點 像以Claire為例呢 我在畢業之後第一份工作的第一天 我的同事們還有他們的朋友 就在大捷運的時候 Paul跟Claire說 欸Claire 我們想要跟你學說你英文是怎麼講的 那我記得我當天好像也沒有講到英文 我不確定他們是怎麼知道的 但是總而言之呢 就是透過旁人的眼光 你會知道說 欸原來我跟別人比起來 我的強項是在哪裡 那你需要在 你需要play to your strength 就是你在你強項的領域去競爭 你都不一定可以贏這個比賽了 何況是 如果比如說 Claire超不會唱歌 我還就是 就是執意要當 比如說國際巨星歌手 那我肯定就是 這個勝利的機率就比較低啦 所以有時候你自己 希望你自己成為的那個人 跟你自己最適合 最有能力成為的那個東西 有時候不太一樣 那第二個是如何最有效率 就是 你需要在怎麼樣的工作環境 或者是人身旁 你可以 最有效率的工作 或是你需要吃怎麼樣的食物 在什麼樣 一天什麼樣的時段工作 最有效率 這也是你需要自己觀察自己的 還有你 為什麼會想要偷懶懶惰 什麼時候會 就是 灰心喪志 或心情不好 那你的心情來源是什麼 這些都是需要 要透過自我審視觀察 你才可以完全的掌控你的 情緒跟作為 這樣子你才不會因為一時的 就是 情緒啊 或是什麼身旁的東西 而導致你 沒有辦法去執行這些 Action Items 還有 Short Term Goals 還有 你需要怎麼樣的人 可以幫助你 這個跟這個弱想 很相關 就是 比如說你是一個很不細心的人 或者是 你是一個比較不會講話的人 那你需要去成功的完成一件事情 你就需要 找這些 強向是你弱向的人 在你身邊 你才可以完成 更快的完成 你所想要的勝利 下一個原則 Lady 與 Gentlemen 是 在22到30歲中 在你私人生活最大部分 交往關係 卻很少人拿出來公開講 但是呢 給你的這個方程式就是 你需要知道說 怎麼樣的人 會帶出怎麼樣的你自己 因為一個人 有很多個面向 假設你跟這種 比較隨和的男生在一起 你搞不好就變成 超級大小姐 脾氣 玩都不行啊 然後出門 就一定要人家幫你拿包 什麼的 可是啊 假設你跟那種 就是 比較有個性的男生在一起 搞不好你就是會比較獨立 所以 你會需要知道說 欸 你自己喜歡跟哪一種的人在一起 成為怎麼樣的自己 以及你 喜歡願意給予 付出什麼 還有你一定必須要 什麼東西 舉一個大家最敏感的話題就是 付錢的問題 有些人覺得說 就是男女55分啊 但是 我知道有些女生就是 付到最後覺得不甘心 覺得女生已經做了很多 其他巴巴巴的事情啊 做比較多架式 又要生小孩 又要打扮 然後要幹嘛幹嘛 就是那我要你這個男生幹嘛 我為什麼55分 那我就 就自己生活就好啦 但是 我也知道有女生就是 男友都全幫他付啊 然後完全不用出一毛錢 可是 到最後那個關係會有點不平衡 因為 女生會覺得說 欸 好像 他都幫我出錢啊 幫我買東西 我好像 嗯 就不要反對他那麼多吧 就是 要隨他的意 最後也會不開心 所以你會需要知道說 欸 你喜歡哪一種 你願意接受哪一種 還是有什麼東西在這個之間 那另外一個就是 假設 你女友超愛工作 整天都在工作 但是你假日想要出去玩 去看個電影 或去遛我狗 那這樣的關係是不是你 願意接受的呢 或者是 你 總是在工作 可是呢 女友就是 家人沒事就兩個在家裡 那 你會不會覺得說 欸 跟這樣的人在一起 就覺得說 好像自己是個不夠好的男友 好像虧欠他 好像沒有做好本分 所以 你會需要知道說 跟哪一種人在一起 可以帶出最好的自己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 很有趣很常見 就是 假設 嗯 其實我們大部分人都是外向 跟內向 就是 就是佔一半 一半 introverted 一半 就是 extroverted 但是呢 假設 你今天 跟一個 比較外向的 男生在一起 他出去吃飯啊 跟朋友見面聊天 什麼都是 講話講最多的那個人 什麼事的一手包辦呢 你就會越來越偏向 那個 比較內向的自己 所以 欸 你喜不喜歡 你這樣的自己呢 那 假設你今天 跟另外一種人 就是 比較問人公檢讓 然後比較 內向謙虛的男生在一起 就變成 你們出去的時候 你要是那個 說話的人 如果有什麼不公平的事情 你要是站起來 就是 為自己 為你們 爭取權益的人 那 你願不願意擔任這個角色呢 那 這是不是你喜歡 看到的 你自己呢 所以這就是我前面說 你要知道說 怎樣的人 會帶出 怎樣的自己 然後 你願不願意這樣 做這樣的付出 對 你需要得到的是什麼 如果 有這個東西 你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的話 就算在一個不完美的交往關係中 你也會知道說 欸對 這就是我可以 最 就是最好的這個平衡 就不會說 比來比去啊 或者覺得說 這個不開心 那不開心 好像還有更好的 所以 就是relationship的這個 人生勝利方程式 找到適合的人 做最好的自己 下一個 人生成功方程式 可以真希望自己早點有人提醒我了 叫做 想辦法盡快失敗的 越快越好 成功就會越早來到 因為其實失敗是一個大家都不想要 就是 很避免在發生的事情 不管是 你在工作上啊 或感情上啊 或什麼的 所以有時候 一拖就是 拖了 把你成功 可以提早來到的時間都拖完了 所以這適用在 比如說 分手走不出來啊 你知道 其實 假設你需要遇到 就是 十個人 第十個人 才會是 適合你的人 那你可以 越快的 就是走過這前面幾個人 那你就會越快的 達到這個 最後 可以跟你互相合適的人啊 或者是 你現在 從 就是 走A計畫 不成功 可是你就想說 再試試看 再試試看 那你就是一拖 就三年五年 還沒辦法走到這個 也會失敗的 B計畫 C計畫 D計畫 那你要花 比如說 二十年才走到 H計畫 那你可不可以 想辦法很快的 就是用 越快的方式 走完這些東西 越好呢 或者是 考研究所 沒考上要再考一次 這個其實是 Claire個人 比較不同意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考研究所 畢竟還是一個 人生的階段吧 你還是要 最終極的想到說 你的 大肯定的目標 是什麼 那研究所 我相信只是 其中的一個 Action Item 或者是 Short Term Goal 所以不值得 你就是 花時間 再回去 重新回過 一年兩年 這樣子的行 最後一個人生勝利方程式 叫做 別想著省錢 想著開園 那英文叫做 spend your energy on making money instead of saving it 因為回想 在我就是 二十幾歲 早年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這個 去超市買東西 每次都放十個東西 結果最後結帳的時候 就想說 沒錢沒錢 省一下好了 然後就把九個東西 全部拿出來的 那這樣可能一個月 省個兩千塊 三千塊 多到五千塊 可是 這並沒有幫我 更進一步的 達到我所謂的人生勝利 那 想著開園 也就是 你需要去知道說 怎麼樣的方式 可以 讓你自己的 這個 現金流增加 那 大家很常講 就說 投資啊 投資股票 投資什麼東西 但是 我在二十二歲到三十歲 這一個之間呢 其實你要想的 不是投資 除非你的銀行裡 已經有一千萬了 而是 你要想的是 投資的前一步驟 叫做 salesmanship 也就是銷售的部分 那Claire當初 因為在家 教家教 因緣際會的 就是有 碰到這一塊 也就是 怎麼跟學生家長 跟學生互動 那我需要怎麼樣講 怎麼樣去跟她溝通 她才會知道說 欸對 是需要選擇這一位老師 那我會說呢 你銷售的最高原則 至少對Claire來講 一千到最多成功的就是 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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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這一個轉變的過程 然後 and actually deliver it 而且真正幫人家達到 舉個例子 假設你是個健身教練 你來跟我說 喔Claire 你請我當教練 一小時一千塊 我就說 這位先生 你是肌肉特別大塊 還是有什麼神奇的魔法 一千塊太貴了吧 可是 假設你跟我說 Claire 你付我三萬塊 我三個月 讓你就是八塊腹肌全部顯示出來 我還真的會認真考慮一下 想說 這個好像 還不錯欸 這個 就是有一個transformation 有沒有 但是呢 你做為一個健身教練 你還要 真正就是 不管 就是犧牲多少 付出多少 你需要買 幫我買八個健身器去 開一個新的健身房 假日 就是加班 熬夜 你必須要deliver 因為呢 我們剛才講到 我們是要追求 以後的錢 10到30年之後的錢 而不是現在的錢 所以呢 這個口碑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你需要不盡其 奇的呢 就是 實現你所答應的諾言 因為這樣子 你之後才會有這個信賴 去說 欸對我們就是 可以幫助你做這樣的轉變 那我們是為什麼 舉這個 克雷英文來講 我們說欸可以幫助同學 在三個月內 充製到自己最理想的目標分數 那我們真的是 不盡其心的 不管是 幫同學批改作文 是批改到 詳細的程度 逐字 逐字去寫 給你整體的進步 建議 弱點分數 我們去諮詢 然後 這個口說批改 簡直就像正音般 然後錄一個影片給同學 為的就是 不盡其心的 要達成這個 transformation 所以這個就是 Claire體悟到說 欸對 你如果有這一個 salesmanship的部分的話 你才有後面講的 就是喔 投資啊 然後什麼 做更多的事情 以上就是六個 人生事率組的成功方程式 希望至少有一個 對你是有幫助的 那如果你想知道 現在如果一毛錢也沒有 你也可以出國念書的方法的話 請點擊這一個影片 那我是克雷兒 Follow我的頻道 就會變成聰明兒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收工 已經早上六點了 好 再見